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Fourshop实战 我是你的财心假师骨头哒哒 那么去远带的方法非常简单 要涉及到一个新的工具 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 反正你们一用,你们就会爱上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远带 在我们的工具栏这里 这里有一个污点修复画笔 它是干嘛用呢,怎么用呢 我觉得它用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修复我们的眼带 好,我们现在对我们的眼带进行一个处理 稍微的抹一下,在它上面 有皱纹的地方,进行一抹 就可以把皱纹给去掉了 和我们的眼带 好,大概这种效果 那么我们还需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让它自然一些 好,大概这样子 那么处理这边,那么处理另外一边 这边也是 轻轻一抹 效果就出来了 眼带就去掉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觉得特别方便呢 所以说你们用一次,那以后就会爱上它了 好,到这种程度之后呢 我们下部接着要干嘛呢 好,我们现在下部就要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那么必须得新建一个 然后填充一个灰色 中性灰 那么在我们这里 这个B的百分之,给个50 好,然后填充 这个时候给这么一个灰层层上面干嘛用呢? 这个主要是用到我们的给它脸部竖形用的 好,那么首先混合模式 给到油光 好,稍微放大 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我们加深简单工具了 加深简单工具 在我们的工具栏这里 这个小手这里 就是加深简单工具的一个标志 那看到了没? 这个简单工具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加深 给它塑造一个脸型 给它移凉这里 调节一下 好,稍微要挺一点点 自然一些效果不需要太明显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 脸它有个笑的地方 有个酒窝 那么我们需要给它加深一下 好,大概就这样子 那么效果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新建图层填充中讯灰的一个作用 好,我们的明暗高光 随着这样子 大概的调整了一下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还得新建一个涂层 这个涂层干嘛用? 因为大体我们都搞定了 总是觉得它嘴唇太白了 那么我们需要给它三个唇膏吧 化一下妆 好,那么我们这个上节课用了不同的方法 那么这节课用另外一个方法 方法都是非常灵活的 大家可以自由的去使用 好,我们来给它抹个粉红色了 好,在嘴唇上这里抹 看哪个方法 大家比较喜欢 那么大家就用哪个方法 这个说没有一个一定性 但一定要方便,快 好,我们抹成这样子了 的确不太好看是吧 那么我们就给它填上一个混合模式 这个混合模式的话 我们运用的 大家想到了有光,对吧 好,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时候可能还给它添加个蒙板 稍微处理一下我们刚才 边缘溢出的部分 好,我们可以稍微的 涂抹一下 好,大概就可以了 非常的快捷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一张美眉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圆图 是很大一个差别呀 而且我们处理起来 也不行的特别假 也是比较自然的一个 那么处理这类型的图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类型的 磨皮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通道 配合曲线的磨皮大法 好,大家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高光 还有明亮消极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 这个磨皮大法 就讲到这里了 好,那么下一节课 继续给大家讲一些别的知识 谢谢大家